再来聚焦到了是社会消息 台北市冬秋酒店在今天凌晨十多名扼煞 手持棍棒闹事 狂砸大厅与包厢 甚至着喷洒灭火气 行径可说是相当离谱 右手持棍棒左手用手机录下来 镜头里更是十几名扼煞对酒店说砸就砸 杂腕大片玻璃转个方向洗手台也不放过 酒店大厅围满人 他们全都穿着便衣黑裤 还喷洒灭火气 打算闹个彻底 警方火速到场 但小弟们早已逃之夭夭 这层楼已经蒙上白色一层满是烟雾 还传来工作人员的呕吐声 让警方相当傻眼 原来他们一众小弟一行十多人 到东区一间酒店开三间包厢 才刚过十二点 这伙人拿出预先藏好的棍棒暴力砸电 甚至一度用灭火气在酒店上下喷洒 让酒店员工吓个半死 这些扼煞越闹越夸张 拍下闹事影片 po在网路上 疑似就是针对这间酒店闹事威吓 事后从楼梯逃走 分批搭上计程车离去 经过五个小时 这帮小弟已经有四人到警局投案 毕竟高调闹事 心里也知道躲不了 事发后杂电画面迅速流出 目前辖区警方怀疑为黑帮酒众闹事 毕竟像说好一样 十多人齐力开砸 很难不是预谋犯案 还得等警方一一调查 问个清楚 记得综合报道